是刚刚跑完的12月6日的赛后 我们收到非常多朋友的命中email 还有大部分都多谢我们在赛前 就是上一条片 推介了两场的单棍 分别是第五场 四班田草千二米 神进马车和藤飞塔 结果这条单棍就跑了出来 神进马车跑第一 藤飞塔跑第二 而这条单棍QPQ加起来是56.5 另外一场单棍就是第六场的电子群星 踏加营正载 结果这场也是开加营正载 电子群星这条单棍 而QPQ加起来是154.5 有不少的朋友就买了这两场的单棍二串亚 我们再说一次 单棍我们的意思是Q和PQ 单棍二串亚就是4住 买100元住成本是400 所以不少朋友 这一天是收400元本是收8700多 那我就在这里就恭喜你们 OK 那当然啦 我们亦都有JPQ介算表的用者 是利用了这两场的单棍去射另外一条Q是买3穿4 那有一位叫JPQ介算表专业版的朋友叫Tim的朋友 他就用第八场 他就用了第八场 就是我们 他就用了第八场 我们在这场提供的一匹 隐蔽的实力冷马 全胜 他就拿着这匹全胜 就拖 指数马 即是范围马 即是一拖五 那结果 这匹全胜冷门跑第二 那苹果在掌声的配角里面有了 对不对 那他就中了这条Q 这条Q是派241.5 那他就拿着这条Q 就跟刚才那两条的单棍买3穿4 他就买了10元住 是440元 那收27000 那我就在这里恭喜这位 Tim 那当然也有朋友 是拿着这两条单棍 去射其他的场次 例如也有个朋友射第七场的 也都是 他就拿着 躺躺行运排内档的 田太安排一档这匹马 是拖 也是范围马 结果也是中了 躺躺行运踏3元密路这条Q的 他也是买3穿4 也是440元买 而收18000多 那我都在这里恭喜这位朋友 好了 那想说的就是 首先 我们上一条片 我们告诉你 如果你听 那两条单棍 那我们说明 我们不是给你提示 我们是教你 如何利用 职业牌计刑表专业版 去发掘这类的马 那当然啦 如果你有专业版的话 这类马是非常容易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在这里 用个指数告诉你 为什么这类马是特别值得你关注 这类马不是常常有 OK 长字也不多 但是当有的时候 如果它的数目少的时候 绝对是值得你拿来做短组合 那我们说过了 如果只有两匹 就变成单棍了 那如果三匹的话 短组合 你可以从中找一只胆 一拖二 就买Q 那这些短组合 为什么以后会经常重复出现 而且你必须要hold的呢 我们说过了 就是因为这些马第一 它是来自上将 上一将的同情实力马 那上一将 和这类马的form 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上一将的 赛子那个form 是最直信的 这个第一 第二 它是来自同情的实力马 是不是 那就是说 路程方面是没有问题 那当然第三 就是 如果你看 不少职业团队 所运用的指数去看的话 你就会非常清楚 这类马 如果当它们有 这些指数 末段是正的 时间指数是正的 这些马 特别值得你留意 那当然有些头段正的 末段正的 那这个时间指数 就是必然是正的 是吧 但无论如何 当你看到这两个 那时 和当然它们的排位 根据它们的跑法 不是形势不利的话 那这些短棍 是非常值得你留意的 当你掌握到这些短棍 那时 你是可以用它们去周围射 是吧 那昨天正正就发生了 全天的赛事只有两场 具备这类真正的上一将的同情手里马 电子群星和家应精彩 也是 所以上一次赛事前 我们就告诉你 这类马你要特别留意 那当然这两场 这两条短棍你要留意 那我们的意思是 以后 OK 当你遇到这类马的时候 这类马是完全可以考虑 作为你过关试试的其中一场 那当然如果出现了很短的 例如一拖二的 你就可以考虑买一拖二Q 如果两匹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买单棍和其类马 买过关 OK 这个就是职业牌的计划 专业版里面 如果你已经是 专业版的用者 记住以后 这类马 你要特别留意 那我们 会有这些 红色的指数 去提醒你的了 OK 如何 你自己选择 如何 你自己 用几百元 而可以经常赢过万 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主题 换言之 如果你想以后 自己 懂得选择 如果你想以后 只需要用几百元 来住 而可以经常收过万 同时 完全不需要 听别人的提示 这个频道 正是你所需 相反 如果你想以后 听提示 这个频道 就不适合你了 请记住 在任何的金钱游戏中 例如 在马场上 如果你想真正找到 吃 你必须要靠自己 而不可以靠别人 今次 如果你想你自己 可以完全靠自己的能力 以后可以 在马场上真正找到 吃的话 最佳的办法 是向那些职业团队去学习 或者偷试 而这个频道 在这方面 便正正可以帮到你 因为在这个频道 我们会向你披露 职业团队 到底采用的是 什么减码工具 而其中 例如 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的数据库 便正正是不少 职业团队 所常用的减码工具 至于他们如何 从这个减码工具中 有效地 选出真正的实力码呢 而这个频道 亦都会向你披露 非常非常多的秘诀 而结论就是 如果你肯花一段时间 在这个频道 去细心学习的话 我们可以肯定告诉你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你就可以 好像这个频道 其他的朋友 可以经常做到 用几百元落注 而收过万 例如 你以后 不需要听任何的提示 你完全可以靠自己 减码 去好像这些朋友 只需要用几百元落注 而收个饼 例如这位朋友 有三百四十五元落注 买Q过关 收二万九千多 你也可以 以后 可以做到 好像这位朋友 买Q过关 只需要一百四十元落注 而收过两饼 你以后 也可以 完全靠自己 可以做到 好像这位朋友 只需要一百五十元落注 买Q过关 是收四万多 你也可以 以后做到 只需要几百元落注 好像这位朋友 那样 七八二十元落注 收一万二千多 也都好像这位朋友 那样 只需要落注一百元 是收一万二千多 而这位朋友 只需要一百五十元 收八千三百多 接近个饼 当然 你同样 以后 也可以完全靠自己 做到 好像这位朋友 那样 买 年赢三千七 投注额 只是二百六十元 是收二十七万多 那当然 你也可以 好像这位朋友 那样 以后可以做到 只需要用几百元 例如三百多 收近饼 即是收九千三百多 当然 你以后 除了可以在 超过关的彩池上 用几百元落注 而可以经常收个饼 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三重彩 或者四重彩 这个彩池 而用几百元落注 同样 也都好像这些朋友 那样 可以轻易收个饼 例如 这位朋友 买四重彩 二百四元落注 是收了十万 又例如 这位朋友 也都是二百四十元落注 买四重彩 是收六万二千多 又例如 这位朋友 六十元落注 四重彩 是收二万三千多 又例如 这位朋友 八百四十元落注 买四重彩 是收四万一千多 又例如 这位朋友 买三重彩 一百元落注 二百元落注 收九千六百多 又例如 这位朋友 用四百元落注 买四重彩 收一万二千多 又例如 这位朋友 用二百四十元 买四重彩 收差不多 一万二十元 这些投注方法 你以后 也都完全可以 靠你自己 而不需要 听任何其他人的提示 而自己减码 而自己做到这个效果 如果你的目标 是想以后 在马场上 成为一位 不需要靠任何人 不需要靠任何的提示 而可以自己成为一位 真正的职业 赢马人的话 记住订阅这个频道 按一下小钟 因为当有新片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因为我们每一个新片里面 都可能含有非常多的职业团队的 减码碼秘拳 在马场上 在马场上